7月7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謀殺一案原本下個星期一開審 不過再次押後到今年的秋天 拖了4年多仍未開審 等不少關心這種案件的人感到無奈 辛小宇在2017年7月遇害 屍體在本拿比的Central Park被人發現 他當時只有13歲 Ibrahim Ali在2018年9月被捕 被指殺害辛小宇而面對一項謀殺的罪名 這種案件最初定在2020年9月開審 不過因為陪審權的輪選而被取消 押後到2021年的9月 但是因為要處理審前申請 再次押後到今年的1月10日 也就是下星期一開審 不過根據被司最高法院發出的最新通知 因為辯方又提出審前申請 這種案件正式審訊 已經押後至2022年的9月19日 而這次審前申請的領訊 已經定在今個月17日展開 卓能聽力中心代理多個歐洲品牌的智能助聽器 現在他們還在做聖誕新年大優惠 只購最高可達半價 聽力有問題 快點來Lansdow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李智聯博士聊聊 大溫哥華氣油價格今天再創新高 個別油站的基準價格 超升至176.9千億公升 有專家預測 今年之內大溫的氣油價格 仍然有上升的空間 一直關注大溫油價的Dan McTeague 昨日已經預測 今天的氣油價格會升至每公升1.77元 他解釋之所以會出現這個局面 是因為世界原油價格升上每桶80元的水平 他預測大溫今年的氣油價格 在2月到5月期間會上升20% 到時也會推高食物的價格 大溫2021年7月的氣油價格一度升至173.9千 其後逐漸回落到最近開始上升 被視首席衛生官亨利 今天就Omicron變種病毒迅速擴散 散府正頒布衛生指令 要求所有商業重新實施疫情安全計劃 不過指令就不包括託兒設施 專上學院以及中小學 因為這些設施需要特別的營運計劃 省教育廳長韋穗珍也指出 省內中小學在星期一開學之後 將會持續提供一次性的三層口罩 而校內也會實施好像減少劑涌 錯開休息時間 限制訪客和實施虛擬會議等的防疫措施 韋瑞珍又說 由於個別個案的管理和接觸追蹤 對於校園環境已經不再有效 所以省內的中小學將會開始以出席率作為一個指標 並且在出席率降致一個反常的水平時候 通知衛生當局 並且進行病毒傳播相關的調查和處理 就省內中小學將會在下個星期一重開 韋利也表示 她明白不少家長對於子女重返校園感到擔憂 特別是當他們的家裡有風險較高的家人同住 但是她指出本省的教職員疫苗接種率屬於非常高的水平 而她同時也都建議所有合資格的學童也都接種疫苗 通理琴行是大灣地區最大的名牌鋼琴會種 該五十幾年來為大灣地區千家萬戶提供最優質的樂器 以及音樂教育 有通理、音樂更完美 被視衛生廳公布今天最新的新冠疫情數據 本省新增3144宗確診病例 累計2768875人確診 省內目前有3萬3184宗活躍個案 有349人住院 包括93名患者在深切治療報留醫 省內今天新增9宗疫網報告 累計死亡人數上升至2439人 被視緊急通訊中心今天公布2021年度 十大撥打911的荒謬理由 去年被視經歷了山火、熱浪和洪水等的緊急情況 成為中心史上最繁忙的一年 不過有不少人在非緊急的情況下撥打911 咖啡師混淆了他們的咖啡訂單為獵榜首 行人在行人道上被車輛淺水排第二 要求進行新冠檢測排第三 詢問怎樣成為911的接線員排第四 其他荒謬理由的排序分別是 想知道聯邦選舉期間可以在哪裡投票 問天氣、問路 想知道為什麼巴士未到 詢問防疫限制 還有舉報房間亂七八租的室友都榜上有名 被視緊急通訊中心發言人布拉德利表示 中心的員工在多個緊急情況下新勞工作 儘快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幫助 和這些荒謬理由而打911的人士交談的每一秒 都是本來可以幫助危及生命 幫助真正有需要人士的時間 中心提醒公眾 不要將緊急求救電話當成客戶投訴熱線 以免耽誤救援工作 超過150架車輛因為沒有清除車上的積雪 被本拿給王家騎警攔截 警方透露 昨日為期3小時的道路安全檢查中 騎警就馬路和雪有關能見到的問題 而攔截了150多架車 其中125名司機收到口頭警告 16名司機收到書面警告 警方開出11張違規罰單 並且要求這些司機在繼續駕駛之前 要立即清除車輛上的積雪 警方說當中有車輛 只有一小部分的窗戶被清理乾淨 司機的能見度很低 騎警向不少司機借出雪橙 讓他們可以正確清理他們的車輛 很多司機都表示 他們知道將雪留在車上非常危險 不過他們不想遲到 本拿比發言人卡職蘭表示 趕時間不是駕駛不安全車輛的理由 遲到總比根本沒有到達要好 不清理自己的車輛 會對自己和路上的其他人造成危險 聯邦衛生部長杜克洛今天被問到 會不會好像以太利一樣 強制50歲以上人士接種疫苗 杜克洛說他純粹是以個人立場回答 認為最終都會是強行接種 Omicron病毒仍然會纏繞一段時間 以後還可能會有其他變種病毒 考慮到病毒對醫療系統的沉重壓力 口罩PCR檢測 快速檢測工具和個人防疫措施等等 都是很好的防疫工具 但要回到正常日子 強制接種是要走的途徑 但他承認不會馬上實施 意大利已經宣布要求50歲以上人士 強制接種疫苗 幫首席醫療官譚詠斯今天說 過去一週全國確診案例增加65% 達到42,000例 檢測確診率達到29% 反映有廣泛性的社區傳染 Omicron病毒已經成為最流行病毒 個案數目是第三波頂峰時的4倍 他說全國單日確診者住院案例是3600個 較一週前急升91% 確診者住ICU人數約是600人 單日平均疫苗人數是39人 如果您收到最新消息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like和share影片 溫哥華明天8日星期六的天氣預告 先是降雪 降雪量會有2厘米 正午時份開始轉為下雨 日間氣溫最高會有3度 夜晚有雨最低只有2度 港區人大代表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聯絡官洪惠文 1月3日舉行生意宴後 爆發了疫情 超過100人被送到檢疫中心隔離 他表示 他不明白這次只是私人聚會 為何有人要求他辭去 人大代表這個職位 和前海管理局首席聯絡官這個位置 洪惠文今天回覆香港明報查詢的時候說 他現在正是深刻反省 目前沒有考慮辭任人大代表 和前海管理局首席聯絡官的職位 他強調他當時是在私人時間 用私人身份出席私人聚會 所以應該分開來看 要相稱才行 洪惠文代說 他不明白要求他辭職背後的邏輯 他反問 如果醫生開車被人抄牌 是否以後不可以做醫生 他承認 在今次私人活動方面 明顯他的抗疫意識不夠強 整個敏感度不足夠 但這與他工作無關 他認為 不應該將他和特區政府的問責官員比較 他說 自己在前海的身份 雖然是對外聯絡官 但實際上 他只不過是一間 前海駐香港公司的兼職董事 不能夠覺得是一個官司 並問到 有沒有向中央暴備事件 洪惠文代說 他道歉聲明已經發出給很多間傳媒 朋友和領導 相信大家都看到 他提到 他已經主動向前海當局報告事件 當局並沒有跟他討論過 有關職務上的問題 而國內社交媒體頭條新聞 一篇署名叫做 香港女大狀龔正義的文章 也有講到這件事 文章說 身為港區人大代表 若然洪惠文的生日會 真是違反了當局的防疫規定 公然之法犯法 輕輕一句道歉 那又是否足夠呢 香港執法部門 是要對當日生日會的整個情況 作徹底的調查 一旦掌握到充分的證據 應該即時對所有違法的相關人士 以異檢控 嚴格執法 否則會給公眾一個官官相偉的不良感覺 令市民覺得 仍不上港區人大或特區官員 文章說 身日會是在D類食肆舉行的 而D類食肆其中一個規定是 如果有現場歌唱表演 演唱人必須已經注射了新冠疫苗 以及在唱歌的時候 全程配戴醫學口罩 現場人士也不可以跳舞 但從圖片所見 紅人代起碼違反了 在沒有配戴口罩的情況下 在食肆告過 文章又說 據知 根據紅衛民生日會請貼上 賓客須之中提到 所有照片請勿放在社交媒體 從這個條款內容來看 生日會主辦人 隱瞞違反防疫規定證據之心 只是超然若揭 在紅人代這個生日會上 現在一共有14個特區官員出席 入境處長歐嘉宏未能確認 是不是一個密切接觸者 他今天發表聲明說 配合衛生防護中心的安排 他已經入住竹高灣檢疫中心接受隔離 並且為了這件事而致歉 民政事務局長徐英偉 和發展局長政治助理馮英倫 亦都因為那個時段同場 成為密切接觸者 要在竹高灣檢疫中心隔離21天 19個立法會議員 亦都曾經出席這個生日會 目前有4個議員 是需要送去竹高灣檢疫中心隔離 其中包括了陸漢文 陳仲黎 邱達根 和洪敏 區域法院法官念錦洪今日 向一個在反修例運動中 撕了他人的被告判刑的時候說 這個完全是報名心態 他說現年28歲的被告陳禮濤 有名陳初鋒 和示威者自以為有高尚理念 破壞財產和傷人 他說令人痛心之處是 人類文明何等脆弱 又說中國傳統教導要以禮待人 但是對示威者沒有作用 說被告沒有同理心 和視著人多為所謂忘記基本道德 案件發生在2019年7月21日 元朗襲擊兩個月後 有人在港鐵元朗集集會 案發時25歲由七公人 涉嫌破壞營業商場的閉路電視 並撕了兩個敗煙男子 令其中一人血流皮臉 被告昨天在區域法院 承認非法集結暴動 和有意圖而傷人共三罪 今日被判監4年9個月 法官連錦鴻認為 被告求證時作供不可信 說他是暴動主犯之一 亦實際和主動作出暴力行為 連官形容被告和示威者 完全是暴民心態 自以為有高尚理念破壞財產和傷人 說令人痛心之處是 人類文明何等脆弱 又說中國傳統教導要以禮待人 但是對示威者沒有作用 又說被告沒有同理心 和赤住人多為所欲為 忘記基本道德 連官自出 示威者堵塞港鐵站通往營點2的出口 並在街上傷害兩名圖人 從片段可見被告擔任著重要角色 涉案52歲姓李的男子被指說 撕去連龍場的文宣 被告對身處的士裏面的理性男子 處處逼人再拉開車門和拉他下車 令到他遭到毆打 被告和示威者追打華爾在場拍攝的38歲姓張的男子 他倒地之後被被告用腳踢四下 連官說他們以所謂理由施以暴力 容易是為了滅勝 案情指出李男和張男頭部受傷 分別逢了7針和16針 被告早前求情事公稱 他是擔心的士司機開車會撞傷多人 唯有勸你難下車 他留在現場目的 是要將受傷人數減至最低 法官判刑事就說被告的說法 和承認事實不同 所以裁定他的證供是不可信 連官緊奏被告認罪扣減刑期 判囚4年9個月 第二天就是MIRROR的MVPASS的日子 一定有吃足三餐 所以我想我當慶祝了 真的花姐都覺得我很誇張 零食也好 因為平時可能吃完正餐 不會吃零食 看見什麼就吃什麼 這就是我人生 我想除了音樂之外 是第二重要的事 過去這一年裡面 慢慢有一種質疑自己 因為其實外界都有很多質疑 尤其是在去年第一屆 那個《我最喜愛男歌手》 我拿了之後 更加多外界的質疑 令到我自己都開始懷疑自己 其實我到底有些什麼可以給到觀眾呢 只是自己調節而已 因為在去年年頭 情緒一度都很差 一步解決的問題就是 我希望將真實的自己告訴大家 是一個什麼人 將這個拿出來之後 無論大家喜歡還是不喜歡都好 但是至少我問心無愧 會將自己的那一面拿給別人看 從年頭做了《Masterclass》之後 因為其實那一首歌是 講反抗反擊的 就是有一點衝動和不成熟的 我覺得我做那一首歌的時候 因為有太多個人的情緒 本身《鏡中鏡》這首歌 本身《鏡中鏡》這首歌 是打算是接下來 《Masterclass》之後 第二首要出的歌 打算用更加強烈的字眼去攻擊人 去攻擊我的人 本身只有第一和第二階段 沒有了第三個共存的階段 因為其實《鏡中鏡》到最後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下個星期再會 再見